前面就是綠裂溪 綠裂溪它其實是一個也算是有危害的外來種 它以前在管制的時候其實它是非常的貴 它是算一個寵物 然後後來就不知道怎麼大家都亂放 然後亂放之後價格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,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只是沒有想到現在連在這麼市區裡面 都可以發現它的蹤跡了 那目前是農委會有它的移除計畫 但是穩鋼廠一定要超過一定的程度才會有錢這樣子 好,那如果大家看到綠裂溪的話 其實是可以通報的 那它的危害是什麼 它的危害喔,因為它會亂吃東西啊 它是素食的啊 有時候有聽過說它竹草會在土鍋上 會不會造成...就是...就是土 這我就沒有研究了